使忆动词的考题哦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关键字是什么 就是have 这个是使忆动词 使他怎么样呢 前面说 爸爸的车子坏掉了嘛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车子给修一修 而have这个字 他是一个使忆动词 我们来整理一下他的用法 have 加上受词之后 后面要加什么讲得出来吗 来补充一个字给你 他的用法跟make一样 我补充这个字给你就更骗人了 是这个受词 老师这我们国中背的非常熟 后面要加上圆形动词啦 所以我就选了A嘛 我就错了嘛 我才按进来看啊 我跟你讲 如果你是选圆形动词的话 是指 这个受词 他可以主动来做这个动作 我们才会加上圆形动词 例如我说 I had my brother 我使我弟 Wash the car 去洗车 我弟可以去做洗车的动作 可是呢 现在爸爸让他的车子 修理 车子不会去做修理的动作 车子是 被修理的 因此呢 我们这个地方要放是另外一个答案 我们要放上 VPP 来表现出 被动语态 车子 被修理了 因此我们这题答案要选择的是 B选项 Fixed 好 have 跟may加受词 后面都可以加上 这两个选项 主要呢 你要去判断一下 他到底是主动 还是被动 不要再把国中的观念带到高中来 如果你带国中的概念你永远就是选圆形动词你就是会被骗 最完整的用法在这边 VR 跟 VPP 你要去考虑一下